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是Homely的陈小宇 又到了我们今天晚盘的时间 首先来浏览一下欧洲开始的情况 欧洲开始呢,你可以看到多数在暴跌 其中像波勒迪海指数呢,跌了5% 德国跌了2% 一大地跌了2.5% 欧洲斯托克跌2.47% 那这种情况呢,在今天美股上表现 应该也好不到哪去 接着我们看一下亚太地区收市的情况 亚太地区收市呢,是多数时间下跌 跌幅较大呢,是印度、恒生、泰国、国旗指数 上涨的是瑞兰卡、澳大利亚、越南 马股今天呢,是一波三折 扫盘回撤 然后5盘上升,尾盘又回撤 最终呢,实现了阴线 昨天是一个十字,那么今天是个阴线 属于一个黄昏之星 连续两天收阴线 这个就不太好了 短期呢,就是空方力量比较强大 接着我们看一下趋势和资金的状况 趋势来看呢,向动能增加 盘烛烛变青色 庄家是零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马股收盘的盘面特征 马股收盘最终收益1513.95 下跌了9.3,跌幅的0.61 其中时间上升的是431 时间下跌的是593 平盘的是446 从行业表现来看呢,大多数行业都在调整 那导盘看到的是energy有上升 但是到下午的话也开始下跌了 今天抗跌的是financial service technology以及construction utility 今天housecare导盘跌幅比较大 为时的有所收复 今天没有领账了,也没有领跌的 跌的比较多的是plantation 账的比较多的是construction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financial是比较抗跌的 今天基本上都属于震荡的 但是趋势已经转下了 这边账的比较多呢 像2143 2429 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呢 这个是反弹2429也是反弹 8141就反转的概率比较高 然后我们再看下跌比较多的 像2259 1538呀 这些都是近期账幅比较大的 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housecare 那这个行业的今天是跌幅较大的 尤其是尾市出现暴跌了 上昂都能减弱 中价又明显减少 散户又出现了 还在上升的是0157748 跌了比较多呢 是01550637191 那么是不是趋势结束了呢 上昂趋势没有结束 只是说在回调 因为涨了好几天了,对吧 上昂趋势还可以 中价有小量减少 包括0163也是一样的 然后再看一下information technology 它的这个行业指数呢就还可以 但是说今天属于低开 那我们看到中价资金呢有所减少 目前还在上的是012,7031,0152 那7031呢你可以看到是中价比的明显 增加比较明显哦 跌的比较多的是004301315106 那么像0043来讲的前面是非常非常强的 今天呢出现大幅的下跌 那你的股票是怎样的呢 今天这个情况不太乐观 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 你的股票下跌 到底趋势有没有坏掉 中价有没有跑路 还是只是洗盘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就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 到下边的方式了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非常有帮助 请帮忙点赞者发一下哦 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个软件的话 也可以不打我们的热线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晚盘解析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